市府就是一體的 我們也不要去分過去或是現在 有做不足的地方 幼兒園性慶案人神共憤 被蔣萬安點名負責督導教育局 重新檢視行政處理過程的副市長 林一華相隔多日首度公開露面 現在呢 我也把所有當初一百一十一年的部分 全部還原 裡面還在修法棍之中 新法還沒有上路 那牽涉到一些這所謂的行政上的做法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坦然的要去面對 所有過去沒有做好的地方 能夠讓事情完整的了解 提出完整的精進做法 所以我但是希望下禮拜可以完成 蔣市府給出檢討報告時間表 不過日前家長心痛發生 被市府消極調查 拿不到完整調查報告 林一華也意義釐清 針對每個孩童 那個小孩的狀況 那我們會單獨把調查的結果 用公文知會給當事的家長 那但是整份調查報告書 因為它單牽涉到是所有的學童的調查 那是不是能夠提供這部分 我昨天已經請教育局能夠去行文教育部 那我們就依照教育部的函式來辦理 蔣市府不敢擅作主張把球丟給中央 但種種處理過程都讓市府基層承受壓力 情緒到了臨界點 傳出也是因為教育局誣告說 讓蔣萬安決心鞠躬道歉 試圖直線 市長昨天道歉原因 據說是教育局的誣告說引起重怒 應該不是這個原因啦 檢討 再檢討 蔣市府放低姿態要先緩住輿論壓力 進行為黃宣 黃鴻宇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